最瘋狂的海遊 最瘋狂的海遊 外帶 什麼意思 就是 那時候她單身 然後 我們是一個很大型的旅行 注意題 可以啊可以講 那時候我們就是 開始打寶了 然後我們就去浴 就到了 我們到了一間 那是我們很常去用餐的餐廳 那因為 她就覺得就是那個主廚啊 在裡面就是料理台上很帥 穿了那些日本的衣服 然後在那邊切骨子的手是帥 她就跟我講了一句 我覺得她很帥 後來我就開始跟我們旁邊的人講說 她覺得她很帥 後來大家就開始慫恿 促成她 我們就一直說 你知道嗎 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醉到不知道到哪去了 然後我只是跟她講說 欸我覺得她蠻帥的 後來她真的認真了 然後她就跟主廚講 然後就是那一次新梅姐也在 然後新梅姐就很認真地跟她講 我女兒就交給你照顧了 對 對 然後後來日本人就真的跟我們回台灣 蛤 哈哈哈哈 我覺得她最棒的是她沒有去過國 她為了她馬上去辦護照 天啊 這是一個很新的行為 但是呢 因為她當下是有一點 對 沒有沒有沒有 她就 我要先講 那個餐廳呢 是那個主廚 她是坐在料理台上幫她吃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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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 很帥 哦 而且她就是 本身很高 她是帥的 可是不是我們餐 她是我的餐 看我爸交流 我 他真的到台灣來 你看我爸交流嗎 就一直坐著聊天就好嗎 沒有後來 因為我們就有理由 我有跟她講 我就說 GIN你 把這個事情 她就說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為你認真了 我說好那你幫我一次 她說我要怎麼幫你 我說剛剛我遇到她的時候你跟我接我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就是因為在日本真的很認識 她自己變成T 然後在台灣接 在台灣接 在我們要聚餐的地方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我騙我媽媽 我怕我媽媽知道 就是我不好意思 我怕也是越來越看了 哇真是喜騙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這是喜宴 這是喜宴女人版